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专案 并且开始撰写程式 首先呢第一个 在EgreSQL里面呢 新专案的File里面有New 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呢 本来是for开发Java的 我们只是拿开发Java环境 来写Python 那也是OK的啦 那只是说呢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会出现说你要建哪一种专案 所以New的时候请你选择Other 它不会预设告诉你说 你要的是Python的专案 所以你选这个 选Other File New 然后Other Other里面的话呢 你就是先找到哪一个呢 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利用 有一个外挂 叫做PyDiv PyDiv里面的话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写那个 Python的专案在这里 特别是 所以呢如果你要建专案的话 第一次 记得要找到那个PyDiv里面的 PyDiv Project OK记得是这个 因为主要我们是利用那个外挂 帮我们建专案 OK 所以就选这一个 选这个之后的话 NAS 然后NAS之后的话 你的专案名称叫什么 因为叫TES 一般习惯就是叫TES 或者其他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 那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请各位注意一下 名称Project Name给它之后的话 底下多选一个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叫Create 有没有 Create这个SRC 这个请各位选一下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建个专案之后 专案名称叫TES 那底下需要一个package 这个概念跟那个Jama 蛮一样 package里面呢 再放我们要写的module 模组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不建 不想要自己建的话 我就干脆让它帮我建 所以记得哦 一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二的话呢 记得选Create SRC OK 然后呢按Finish就好了 OK 它会跳这个啦 就直接选择一个no好了 这个就直接 就OK了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里面就SRC了 有没有 这个是专案 这个就是套件 packages 那packages 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记得哦 再来就要第三层 请你在SRC上面 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要你要做什么 你就在这边 把它new一个什么 new跟module 不过呢 一样 第一次可能 他也还认不得说 你里面的那个 Java的那个 所以请你选择 other 按右键 new other 然后呢 请你选择什么 诶 py div的module OK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次是新增 那个project 然后他会自动 帮你产生一个SRC 在SRC上面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要写 任何的程式 一律都是module 在SRC里面写 所以以后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都是按右键 new一个 这个module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没有好 一样 我把它net 然后 请你在package名称 这边控下来 主要是name 这个module name 叫什么 那我们就叫做 也叫test好了 OK 或者叫test01好了 OK 第一次的测试 好 finish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出现这讯息 把它cancel掉了 反正这个 这个它要不要template 不要cancel 这个要不要 跳一些东西 设定不要了cancel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开始写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写程式就在这里了 所以先建一个project 然后预设有一个src src里面一定有个module 那我们就把程式写在这边 那我们要写什么 特别是我们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比如说 在那个python里面变数的建立 不用宣告 特别是不用宣告 跟vba一样 不用宣告 比如说我今天建一个a好了 a就是一个变数 自己取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我又丢一个值给他 a等于3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在记忆体里面 帮你把3放进去 那形态的话呢 因为它是放3 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 a的资料形态 就是数字 就是整数了 ok 所以呢 python跟vba一样 不用宣告 好处你会发现好处蛮多的 不用宣告嘛 这太好了 很多东西就不用再想说 我这个变数到底要放什么 然后宣告成什么形态 叫什么名称 不用了 你就先b等于5 所以我要建一个 然后呢 再来一次的话呢 我建一个另外一个变数叫some 好吧 等于什么呢 a加b enter 那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打一个p 你就会发现print的时候 print的时候会自动跳出来 你就enter就好了 print什么呢 挖5 把这个some帮我把它print出来 好 程式写完了 反正就是很简单的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反正我就直接把3放到a 把5放在b 然后把它两个相加 最后print出来 把someprint 结果应该是多少 应该8 所以怎么run它 很简单 上面有个 有没有 这个run 一个箭头 一个play 有点像play的按下去 然后呢 他问你说要不要run它 你就run 实际上他就把这个.py的module档 指向哪一个 刚刚我们不是有那个吗 设定那个python.exe 他就是python.exe空一格 然后就把test01.py帮我run ok 那当然以前我们如果要自己下指令也可以 可是没有那么无聊 那么直接你就把它撞一下 ok 再ok一下 那你会发现 底下的部分呢 它结果就出来了 8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练习 不过这里 特别注意 教各位一下 就是姿太小了 有没有 字要怎么放大 其实方法很多 以前 刚开始要设定很多地方 我后来发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什么呢 Ctrl键 按住 Ctrl加 在这里面 按Ctrl加 但是加不能用右边的 那个数字键的加 你要用上面的加 Ctrl加 Ctrl加就放大 Ctrl加 有没有 放大字 OK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 不然预设太小了 Ctrl键 记得不能用数字键的 只能用上面的 Ctrl键 有没有 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一 建一个专案 二 建一个module 请你写一个module 这么简单 资讯可以 那表示你已经进入 Python的程式领域了 OK 试一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反正以后 建专案就这样了 专案里面就建module OK 固定的步骤 其他没有别的 这个原因 你不要做其他的动作 就一定不会错 OK 试一下 你去找那个业绩啊 嗯 一 二 三 五 嗯 好